2022年5月25日 昨天阿吉迪因為受到一個神秘人打給他 和發訊息 最後發了女兒Easter的照片給他 所以他在火葬前報案 今次泰國的網絡警察 已經處理調查這宗案件 其實已經掌握了神秘人身處的位置等等 Facebook也很合作 很快地提供了很多資料 相信他已經有ID或密碼 在訂帽的電話裡 有120萬張照片 只有1TB儲存量 現在最新的消息 其實這部電話已經不在泰國境內 已經去了外國 網民在找到 Facebook現在顯示在美國 所以再一步確認這些消息 Vita再跟大家更新 如果對影片內容有任何意見 歡迎留言和分享 台語不開放 台語不玩高生 感谢观看